他都是最牛逼的宝宝 但是今天是2004年2月份 我们只能说这种宝宝 他还有进步的空间 那我告诉你怎么进步啊 有了静台 有了善恶 有了神马 有了力皮以后 还怎么进步 我们找 找 找到了 他这只超级幸运 怎么没进入战斗就出发了呢 兄弟们 这只宝宝兄弟们有问题 因为你会发现 洗完侵蚀的宝宝以后呢 只会出现小点 并不会出现这个紫色的界面 你得按住out键 才能出现紫色的界面 因为这种宝宝是雪耐家点 超级幸运 他拍的是一本授诀 有5%的几率 免疫受到所有的攻击 物理法术 天神下凡 磨免香亮 打了超级技能授诀到 5特殊宝宝 9离尘双武器 19段宝石 梦幻的镜头老板是更新到了 哥 这边这个武器是17段 九离尘命中和伤害 只能发挥出60%的威力 所以说宝石的段数 就选择尤为的重要 那我们第18段宝石 18段打马脑 19段打太阳 是这意思不 我要拍了 历史性的时刻到了 兄弟们 三件19段宝石的1099离尘 刚才的最高伤害是3540 等一会儿会变成3457 来了 通 太历史了 三件19段装备 3557的伤害 上 那他后面那个尾数 应该是还是差了一点点 我看到浮石 他的浮石没有追求极限伤害 如果把这个三级的新浮石换成力量和敏捷的话 他的伤害还能高 然后如果给他的套装 套装倒是换不了什么伤害 差了一点伤害 用赔钱吗 不用赔钱 他这个四手 因为他不显示那个尾数 可能是四舍五入给弄没了 比预期的差了一点 还有啥能夹属性的吗 也没啥了 三件19段 而且身上的舍利子已经有17了 黑宝石也有15 还是那句话 现在这个号弄到这个程度 也仅仅是梦幻的上线 他的一只宝宝 咱们也弄不了 所以多少只镜台能打成一只全红 然后能拍上这个力气壁垒神马 什么善恶 然后以后还要拍超级受绝 这是我见过的第三只拍超级受绝的宝宝 第一只是那个超级童子 第二只是这个伐虫打超防御 第三只呢 是打死亡法防 镜台宁光链彩 打超级幸运 好吧 这回兄弟们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做师门和压标了 毕竟老板还有需求 我们的产出就还有价值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